张韶涵被父亲和舅舅指责不孝,妹妹却说,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做姐妹。 张韶涵嫁的这场大战沸沸扬扬。 很多人不理解,作为父母难道真的希望自己的子女过不好吗? 多年前,张韶涵和母亲之间爆发战争,在媒体上互相指责。 母亲指控自己的亲生女儿不孝,卷走所有财产,同时暗示说她吸毒,喜欢同性优人。 一时间张韶涵形象受损,为了演艺事业她尿简正清白。 后来因为压力过大,心脏出现问题,去美国治病。 这个时候,母亲带走了自己所有的资产。 张韶涵27岁第一次走进银行,以前所有的钱都是给妈妈保管。 面对父母的责难,张韶涵的弟弟妹妹选择站在姐姐这边,弟弟曾经因为这件事和母亲冲突。 这么多年过去了,张韶涵今年凭借《我是歌手》又红火了一次。 不过,她的舅舅和爸爸又跳出来,说她气痒,让她给买房给生活费。 这次,媒体一边倒霉有认为她父母对的。 为什么? 难道不是天下无不事的父母吗? 但是看看同样是亲人,几次发无力亭姐姐的张韶涵妹妹,就知道她家确实有不希望子女过好的父母。 。 张韶涵和妹妹活动超多,还开导妹妹人生除了永远付不完的账单外,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。 都说清关男段佳舞是面对这样的事情,你觉得谁是无辜的?